1月31日晚李冰冰晒雪月亮 并讲述了一则故事 写道 带着王子唐豆一起看月全食 给他们讲天狗食月 唐豆说 大大 月亮好像刚烙好的饼 我也好想吃 他没想好是拿个碗装满水捞个月 还是给他讲月亮是大家的 要吃一起吃 天狗已经快吃完了 某吃不到饼的小朋友快哭了 本美食博主要去研究烙月亮饼了 然后李冰冰再次晒出一个烙饼的照片 并称 已拉好 非常的逗趣 网友纷纷的留言称 月亮是你吹的吧 调皮可爱的女神 请问老大 唐豆和小王子吃了几招月亮饼呢 之前李冰冰微博发文 自爆学英语的经历 他写道 懒人呀 这一讲的英文都贴了一年了 总算学完了 跟你们说 作为懒人 卫生间是最好学英文的地方 此外他还分享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满墙的英文单词密密麻麻 李冰冰嘴里还自砍道 懒的呀 贴了满墙的英文也记不住 学不好 看来李冰冰为了学习英语 可下了不少功夫 李冰冰除了自己要学习英文 还要求工作室的员工也学英语 而且天天还鼓励他们 你们每一个比我岁数大的 我能成 你们也能成